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随着新盟主席安华成为我国第十任首相 以前首相慕尤丁为首的国盟随即宣布不加入团结政府 坚持要当反对党监督新政府 那对此一党宣传主任凯里尔尼詹 昨天接受我们的姐妹台Astro Awani的访问时就透露 国盟正在组建影子内阁 以制衡新盟领导的团结政府 同时他表示国盟已经做好准备 要扮演一个有建设性协作性负责任和忠诚的反对党 以维护国家利益 一党宣传主任凯里尔詹尼 昨天在Astro Awani节目做客时表示 国盟正在组建影子政府 以充分扮演反对党的角色 他相信凭借之前在前首相慕尤丁和沙比里内阁累积的经验 国盟可以很好地胜任反对党的职务 凯利尔詹尼指出 在国盟和国阵职政时期 政府曾经让来自反对党的领袖 来领导特定机构 因此他也乐观地认为 朝野阵营可以像以前一样 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解决国家难题 如果有所在任何人的审判 或是在任何人的审判 或是在任何人的审判 为何不? 前往这也有 PAC yang kita berikan kepada DAP untuk mengutainya